一箱箱日用品正驱车送往 乌克兰北部边境 正历经炮火摧残又危险的国家 这一趟两千多公里的路 载的是希望 来自台湾的王小姐和四名外国友人 就这么从荷兰横跨波兰 再到乌克兰扛了十几箱物资 要给当地居民 因为乌克兰电力不稳 其中就包含吧台发电机 还有瓦斯罐修缮房屋工具 以及日常预寒衣物 成人尿布画画器具等等 零零总总加起来就超过两百公斤 我的任务是去那边的儿童医院 创伤症候群的小孩 跟小孩一起做艺术治疗画画 黏土的作用是说 希望他们能够借由揉捏黏土 能够感受到对这个现况 有一点掌握感而不是一直觉得很无力 想尽最大利器帮助乌克兰人民 只是能不能顺利入境 还是充满变数 由于昨天晚上的轰炸事件 所有的情况都变得非常的复杂 不是很确定说到时候 有没有办法进入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现在 就是在这里以后就有宵禁 万一进不了乌克兰的话 有一个重心医生会来接我 所以我们会把东西留给他们 前方的路是未知数 因为一枚不明飞弹在台湾时间 十六号击中乌克兰边境的波兰小镇 造成两人死亡 状况不明的情况下 也让救援行动困难增加 台湾民众希望发挥小小力量 带给乌克兰人大大希望 新闻刘派宁洪韦涛采访报导